要講個暖子 首先大家會想到的就是家庭溫暖的溫馨 但暖子背後也可能藏著可怕的 當今世上正面臨著一個嚴峻的挑戰 就是全球變暖 其中普及教育是一項極有效的措施 可以幫助減輕地球氣候的暖化 即使是澳門這個小小的彈圓之地 也有著可以感受大自然之美的濕地保護區 現在就等我們一起走入澳門最重要的濕地 露坦城生態保護區吧 露坦城生態保護區位於澳門露坦列冠公路移動 佔地大約55公里 當中包括濕地、河流、森林、草地等不同的生態系統 生態保護區由有限度對外開放的生態一區 以及對外開放的生態二區造成 首先生態一區修建了一條自然研修經 兩邊種了大約120種配合教學需要的特色植物 道長員帶領著我們仔細欣賞不同的植物 現周邊編遇到澳門比較罕見的植物的時候 就會詳細地講解有關該植物的生態之聲 每個品種都有其獨樹一植的物件和花植物 此外在小徑旁邊還有香草植物區 我們可以從中飲食到常見的香草植物 就例如鱷河 它是一種具有清涼口感和香氣的植物 沿著小徑一路步行自觀鳥屋 在屋裏面欣賞 正在生態區水域裏面採食的口料 而在生態二區則有一條長長的參觀棧道 梨塌上分佈有海南池、秋茄等木樹林植物 以及有焦潮鞋和大彈道的植物 彈道令我們可以近距離地 貫賞豐富的紅樹林濕地資源 防範遠方充滿心機和活力的濕地 和澳門圈流的非凡城市影像 形成了強烈的對比 更突顯了特區政府 對待生態環境加配珍惜的態度 也許是在身邊 海淮沙中的四川 並且以為更突顯